这个事最根本的还是那个婆媳关系的一个主要矛盾 这是个事情的引发点 那么换句话说也就是两种观念的冲突 这种观念的冲突在中国今天社会非常普遍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国家有一个大力发展城镇化的这么一个进程 那么国家要发展很多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这个过程 确实是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付出相应的一个代价 那么这个代价就是什么呢 就是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生活观念互相在打架 虽然跟这个男人结婚的时候你想没想好 就说你能不能接受他家族带来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和观念 你唯有想好了你才能慎重的迈进婚姻那个大门 非常遗憾的是在这个案件当中 我看到的是就是包女士是不愿意首先做出妥协的 你稍微如果你能体会到作为父母的那一点点心思的话 你都不至于到一开始的时候 就让这个关系变得如此的激烈或者是冷漠 那我们会看到现在呢真是整个社会形态在变化 那么家庭形态在变化 自我的分化 事实上我们提到分化的时候呢 就是相对我们是要独立的 而且分化好的呢 我们既有独立 我们又有一些亲密 那的确这个是不太容易做到的 所以这个毛先生呢 他也有他的责任 就是说你一旦在这个两方面 你认为这是不可调和的时候 那你要不然就沟通 对吧 甚至于你拉着这个包女士一起去跟父母沟通 我觉得就是沟通不充分导致 他其实是可以去沟通 他可以有一个情感的一致性的一个表达 就是那我心里我还是爱父母的 只是现在我确实是需要这个结婚了 那我跟这个未来的妻子 我们将共同来去爱你 这个表达其实还是要有 而不能用隐瞒的方式 其实从这个包女士的角度 他觉得心里不公平的地方 他觉得在财产分配方面 为儿子留下的利益太少了 但是其实从父母的角度来讲呢 症结所在在于 你看儿子过世了 那其实孙子就是爷爷奶奶生命的一个延续 那现在呢这个包女士 不让两个老人看孩子 这个是两个老人心里面接受不了的 其实在这起案件当中 毛先生的过世呢 对于每一个当事人来讲 都是一种共同的打击和伤害 父母没有了儿子 妻子没有了丈夫 儿子没有了父亲 所以这种伤痛呢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时间去进行化解的 其实差了什么呢 差了就是互相的一个认可 彼此的理解 对 还有一个良好的沟通 就是这场官司 其实并没有赢家 爷爷奶奶虽然说赢得了上海的房子 但是他们永远失去了儿子 现在想看孙子都费劲 这包女士呢 她得一个人抚养孩子 压力也是很大的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毛先生在临终之前 应该也会托付过自己的父母 将来要好好照顾这个孩子 毕竟这是毛先生唯一的孩子 这笔遗产 将来很有可能 还是归这个孩子的 但是现在这一系列的操作 让人非常的心痛 让亲情也割裂了 对话也没有了 所以呢我们还是非常的希望 两家人都能够坐起来 看在孩子的面上 就当是为了孩子 慢慢的协商协商 沟通沟通